HELLO 今天再來看下一個SELINE的包包 這個包包呢 延續就是 近期的潮流 就是是老花的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得到 就近期的老花其實真的 就是SELINE的老花真的超火候 然後一來是因為它單價我覺得是比較平易近人的 所以呢 分享 跟大家分享 然後 希望跟大家分享之後呢 大家對於怎麼選擇CELINE的老花包包會有所幫助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打開看看 登登 這一個好可愛的 馬鞍包 不過其實我覺得它很像一個麵包 對 這一個馬鞍包呢 它 它的那個size我覺得就是還蠻 斜杯的話是蠻好的 因為如果是正方形的話呢 你可能會覺得它有一點太大 但是因為它下面有這個圓弧的設計 所以就會感覺沒有那麼大的感覺 OK 然後這個是五個 就是五個扣子的範圍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個五個的扣子範圍呢 這個五個扣子的範圍我覺得它們每一款包包這個距離好像會有點差異性 因為之前有一款那個就是水桶包的話 它的這個間距好像是比較小一點 但是一樣都是五個洞這樣子 好 我現在把它扣上去 然後這邊是這樣子的設計 基本上呢 我覺得這個 這個設計呢 有一個缺點就是 就是它沒有那個 就是它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固定的嗎 我看看 喔不是 OK 它是這樣子 然後 我這樣扣過去 就可以這樣扣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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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 然後它們這也是扣金扣 然後這邊 是這樣子 側面的話 它現在裡面是塞滿了東西 所以就會感覺比較 澎一點 然後後面是這樣子的設計 好 上面 好打開給大家看 那它呢 基本上它是沒有扣子的 所以呢 就是只能這樣子打開 那這樣子的話 這邊是三個扣子的扣 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說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比較麻煩 但是相對來說 就會覺得它比較安全 尤其是去旅遊的時候 然後裡面是這樣子的 那一樣 我待會試妝給大家看 它前面就是 就是前後有 前有兩個夾層這樣子 那裡面這邊還有一個夾層 可能是可以放卡片的 基本上這個長甲是肯定是放不下的 就 因為我這個是比較薄的 只是它是長甲的Size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真正長甲 然後你又要塞東西的話 就是有放錢什麼的話 基本上是放不進去的 然後如果是短夾 或者是卡包 基本上這個前面也可以放一下卡包 可以放兩個 但是 好 我把它放在這邊 如果要站著的話 因為它底下有個弧度 所以如果你要站的話 可能沒有那麼好站 這樣子 然後我的 行動電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就很這樣 重視行動電源 我是還好 但是偶爾還是需要帶 這前面呢 可以放一下這個 而且我覺得就是 它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稍微放膨一點的話 其實也可以扣在最 最前面這一個就是 孔 就還OK 不像其他包包 就是你真的 扣不上就是扣不上 那這個就是還有一個調整的 就是你至少蓋住 可以蓋住這樣子 好 然後 前面也可以放耳機啊 或者是 重點 基本上 簡單的東西都放進去 還有什麼 衛生紙 應該也可以放進去 我今天道具沒有衛生紙 衛生紙也可以放下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沒有一定要 因為其實行動電源 現在好像 外面有一些餐廳什麼的 都可以借得到 所以其實也未必 可以需要帶 不過這點我真的要抱怨一下 iPhone的手機真的用到 可能就是過了兩代之後就會 電池就真的很不行 就是 就是 好像要被迫換手機的感覺 所以行動電源就是相對來的 好像 蠻重要的這樣子 好 基本上這樣子放下去還蠻鬆的 但是如果你不帶錢包的話 你 你沒有帶錢包的話 或者是只要帶卡包 然後把錢 把現金塞在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 你要放一些補妝的粉餅啊 什麼氣墊粉餅啊 基本上都是放得下的 所以其實他的容量 我覺得是很夠一般人使用的 對 我覺得 就是以小包來說 他算是 他應該不算小包 哦 他算小包 哦 因為放不下手機的就叫肥包 哈哈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還蠻實用的 那再來就是因為我個人就是真的覺得 除了他很低調以外就是 當然你一杯出去大家 呃 有在看SELINE東西的還是會覺得他就是 就是 就是SELINE的包包 但是他就沒有就是LOGO很大的那種感覺了 我就是相對低調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他就是 我覺得就是奶超 就是感覺很強壯這樣子 對 但是他相對來說 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要跟 像有幾款包包 跟 這種比較 我覺得 在功能上比較相似的 大概就是NIKI吧 NIKI包 就是 Baby NIKI 就是最小的那個NIKI的話 我覺得相較來說呢 好像這個還是修行一點對不對 就是Baby NIKI如果穿套裝背 可能還覺得OK 但是 嗯 SELINE這個如果你穿套裝拿 好像就有點奇怪 對 但是 基本上也不可能天天穿套裝啦 所以就是這個的話 你平常還是可以背 就是 實用性真的也還蠻強的 OK 就介紹到這裡 現在就是試背給大家看哦 哈囉 分享一下這個瑪安包 現在是用在最短的 然後這樣子的話 其實他有點像圓弧形的 空姐包的那種感覺 然後 鞋背的話就是這樣 其實鞋背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 可以 蠻有安全感的 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 然後 這邊是這樣子 扣住 扣住 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順手的話也還好 你可以這樣子扣住就好 不一定要穿過去 如果你要穿過去可能就會比較麻煩 對不對 然後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OK 然後 側面 側面看起來 如果是斜背的話 這樣子 也蠻OK的吧 不過我自己 就我自己來說 我是覺得他有稍微比較厚一點 那因為我自己都習慣 背扁包比較多 所以呢 這種厚一點的話 我可能就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一下 或者是其實是因為買來的時候 他裡面有塞東西 所以 型都還蠻空的 所以如果 不在意這個問題的人知 不過他容量很大 就是 以及 水桶包以外呢 其他 就是如果說老花的包包 還有就是 這一個尺寸的包來說呢 這一個算是 他蠻大的 他容量蠻大 好裝好拿 因為他 開口的部分這樣打開 其實還蠻好拿東西的 然後裡面的夾層也不錯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如果 我覺得側背也蠻好看的 這樣子 對不對 我覺得側背好過於斜背 側背的話就變成說 沒有感覺這麼 就沒有那麼正式 因為方型的 你可能會覺得稍微比較正式一點 然後圓形的就覺得比較 活酷一點 比較黏氣 你們覺得呢 我這樣子穿起來會覺得 好像顏色稍微比較深一點 但是 這種 老花的話呢 配淺色或深色應該都好看 尤其是這種焦糖色 我覺得焦糖色的顏色 算是 對我來講 如果三大金剛 就是像愛馬仕組那種 三大金剛啊 他們現在是四大了 白 白 灰 棕色 就是焦糖色 然後跟黑色 就相較之下 白色因為怕容易髒嘛 然後 灰色 灰色老實說我個人比較沒有那麼的 愛它 因為這個顏色的東西就是很看個人 但是棕色我後來有發現 棕色不管是夏天的淺色衣服 或者是冬天的深色衣服 背起來的時候在你身上看起來 或者是拍照起來 都還蠻亮眼的 就是你不會SKIN它 你不會忽略到它 但是灰色有時候就是 比如穿淺色的新衣服 你就會覺得太 很平面喔 沒有 我這樣形容對嘛 就是比如說你穿衣服這樣子的話 你會覺得它 如果你都穿白色灰色氣 淺灰淺灰 然後你穿整體 當然有些人喜歡穿的全部顏色一樣 但我個人會喜歡就是配件是有花龍點睛的效果 所以我會希望它有一個塗出點 而不是 但不能塗霧啊 就是灰色我可能就覺得還蠻容易 呃太平面的感覺 但是如果穿黑色衣服 穿灰色就OK 蠻好看的 然後這個 我覺得這種顏色就是非常的 實大 深淺都OK 再來就是它老花 蠻低調的 然後再加上它就是很強壯的材質 就是你不怕它刮 而且它用久了 不會讓你覺得有爛爛的感覺 大概就是這樣 好啦我的接下來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加按下小鈴鐺 如果有新的開箱影片就會推薦給你們 掰掰 общем呢 我沒有選擇 但 kilometres 非常難允許